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大臣经》里头我们常常看到 几道 几二长照 照二长几 那么由此刻指 指耿冠 是一种思绪 照二长几 冠即是指 吉二长照 吉就是惯 直就是惯 由此可指 只惯是修行功夫里面的一体两面 过去 生到大死 恕苦 细心于远 为之之 分别生他 为之观 那么在十三一道上来说呢 云 就是十三一 我们念念 不利十三一 这是指 这是指 儒家所谓 指与 至上 孔梦的大道 实在说呢 就是大学里面的三句话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直语之上 这是孔梦大道的总告定 他们一生自行化他 都不离开这个原则 明明德 是惯 清明 知语之善 这是指 所以他说 知之 而何有定 定就是清静心心情 禅定 境界心情 我们的心 为什么这么乱 为什么定不下来 我们不知指 不晓得 应该指在哪里 儒家的学者 他们有定功 他们虽然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学过禅定 定功从哪里 他这指 他知道 知语之善 那个之善 就是明明德 明明德 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明心见心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那我们得修许 我们应该指在什么地方 一般同学们都说 我们应当 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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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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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法也没错呢 没错 圆不圆满呢 不圆满 何一说不圆满呢 因为你对于录像 录像 了解的不清楚 所以不圆满 如果你对弥陀圣号 了解 透彻了 那指于录像 录像 录像 是大圆满 是大圆满 这个话怎么说法 我们在讲 无量寿经的时候 说过 弥陀名号 是第十八月 四十八月 就是第十八月 第十八月 它源源满满 包含了其他的四十七月 少一运 十八月就不运满 今天 从日本传来 本月念符 直至这十八月 其他的四十七月 都不要了 十八月落空了 就像盖房子一样啊 房子最终要什么 屋顶啊 为屋顶拿成房子了 屋顶要多少柱子 多少梁 把它架起来 柱子梁都不要了 单单要个屋顶 行吧 错了 他不懂这个道理 那么再说 四十八月 它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全部的大成 无量寿金 换一句话说 离开无量寿金 四十八月 也落空了 全部无量寿金呢 那这个架构在哪里呢 在大方广佛华严金 然后你才知道 这一句名号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 这一句名号 把事处事件 所有一切相法 都包括在其中 所以 我说你支持名号不愿吧 道理就在此 支持名号 最低限度 你要落实在十善业道 断实我业 修实善业 那个念佛才会产生作用 若不能断我修善 这个佛号 白念了 古大德所说的 寒破喉咙也枉然 这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为什么有人念佛 有效果 有人念佛念一辈子 还是随夜流转 这个关键的 会跟不会 会 设得讲 很简单 也不难 除事待人介乌 完全用实战 认真去修实善 决定要断食物 我们这一句名号 肯定瓦身 你就成功 所以诸位 一定要了解 要明白 阿弥陀佛 是世出世间 第一大善人 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 释迦牟尼佛说的 就在无量寿经上 你看看 他赞叹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就是 世出世间 第一大善人 释迦牟尼佛 这样赞叹 实际上 就是代表 社防三十一切祝福的 共同赞叹 我们的心形 不善 怎么能跟阿弥陀佛 相应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相应 所以你念的没有效果 那些念的有效果的人 你仔细去观察 他都是心的行为 善良 这才能往生 念佛有没有真功夫 最后一招 完全行露出来了 你活在世间 你用种种善侨方便去隐瞒人 欺骗人 人家称你一个善人 你得到好的名誉 不仅是真的 看你怎么死法 那一招不能骗人的 真正功夫在这里看 你走得很自在 走得很潇洒 那你是真功夫 你走的时候有痛苦 走的时候很难受 你是假的 你不是真的 这一招 做不到假 不能骗人 所以我们对于 无论出家在家 你的修行功夫 到最后一招 全部都显露出来了 一生可以蒙蔽人 最后一招 不能骗人 所以现在 在这个时代 出家人 修行不如在家人 我有这个感触 黄念祖老巨师 感触更深 他讲 末法 整个颠倒过来了 在古时候 学佛人 当中的成就 成就的多 成就的高 那个排列顺序 是出家男中低 这成就高 成就人数多 出家男中低 出家女中第二 再加男中第三 再加女中 再加女中 第四 这在古时候 可是在现代 全颠倒了 念佛往生 欲知识知 站着走 坐着走 真正有成就的 再加女中 第一 人数最多 第二呢 再加男中 第三呢 出家女中 出家男中 是最后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我们要翻现 我们到底错在哪里 不难看出啊 自私自利 真名夺利 嫉妒障碍 其他的 我就不要说了 就这三条 就是地狱的原因 所以古德说 袈裟之下 是人生的 这句话讲的 非常悲痛 设人生 你的结果 倒三我倒去了 你来生 连人生都得不到 你这一生 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修行 一定要记住一个 大原则 大前提 如理如法 离一 发心寂然 发心 长照 这两句话 就是说明 我们的自信 发心是我们的自信 具足 圆满的智慧 长照是智慧 自信本具 剥弱智慧 长照 既然 是本定 论言经里面讲的 首论言 大定 这是信定 不是修来的 你自信 本来就是这样 这是真理 自信 本定 现在为什么不定 现在不是自信 做主 谁做了主才呢 无明做了主 我们讲 忘心做主啊 忘心是什么呢 无明 无明就糊涂啊 不了解 四实 真相 分别 先做主 执着 做主 妄想 分别 执着 是烦恼啊 执着 是见识 烦恼 分别 是沉沙 烦恼 妄想 是无明 烦恼 烦恼 做主啊 可是 佛在经上 教导我们 烦恼是 虚妄的 烦恼不是真的 发性里头 没有烦恼 佛看一切众生 看一切众生的本性 所以佛对一切众生 认见 为什么呢 众生的本性 跟佛的本性 无二无比 所以华言 原学里的佛讲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现在是不是佛呢 在佛眼睛里看的 是佛 确实是佛 一点都不讲 从哪里看呢 从里六根根心 六根根心是真的 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六十把你变成这个样子 说是假的 现实真的 真的永恒不变 永远不灭 不生不灭 中观论里面讲的八部啊 都是形容真心的 不苟不精 不长不断 不移不异 真心的 一切众生 过过居足啊 我们今天要修 怎么个修法呢 实在讲的是 佛教我们用真心 不要用往事 哦 你要能会 会这一套功夫啊 做这个转变呢 你是上上根人 你是远顿根人 不必经过 许多层次 一下就正发生到死 这个道理方法 是世尊在《论言经》上说的 焦光法师 难得 焦光法师 诸杰论言经 还有段故事 他寿命到了 阿弥陀佛来 借引他往生 他生病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借引他往生 他向阿弥陀佛说 论言经传到中国来 自古以来的这些诸解 都没有真正 把佛的意思 是显示出来 所以他想呢 重新做个诸解 向阿弥陀佛请假 等把这个经 诸完了之后啊 再往生 这个阿弥陀佛同意了 佛就走了 在经上 序文里头 有这么一段故事 所以他给 楠言经写个著解 叫楠言经 《证末》 确实 他提出修行的方法 跟古代的讲的不一样 他直接主张 实施用根 这个方法高啊 一下就转过来了 换一句话说 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死 对我 不要用 巴士 直接用根性 我们眼见 用见性 见色性 用文性 文身性 立刻就明信见性 换一句话说 从凡腹地一提升 就是发生大死 那你一点 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都没有了 这方法是高 没错 是佛在论言会上 说的真正的意思 但是 没有人能够修得成功 说的是很好 做不到啊 问题是 写实 是写不掉啊 用根 不会用啊 所以你就成不了 发生大死 古来大德 诸任言经 是受 智者大死的影响 这个任言经的虚文里头 都有记载 任言经 没有到中国来 知情 印度 有一些高僧 大德文 到这个天台山 访问 智者大死 智者大死是专攻 发华 发明一套修行的方法 三知三观 这是天台大死发明的 他这个著作也非常了不起 天台家家 三种之观 就是天台大死 他老人家 说的 第一种呢 见词之观 像帕洛提一阶一阶 王学上 他老人家说 禅波罗里 十君 就是讲这个 见词之观 第二个呢 不定之观 顿见不定 他讲了一阶 六妙门 小指观 六妙门 第三种呢 云顿之观 就是他讲的 就是他讲的 魔后直观 一共有十君 这是天台家修行的方法 他对于直观 这些著书 总共有二十余种 他还是用的 心意识 所以 对于我们修学 比较容易 事实用根 在理论上说的 没错 我们修行 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那眼睛 鼓注的代表 是一长水 宋朝人 长水大四 焦光大四 是心 有心就点白 焦光是明朝时候人 跟我们廉耻大四 同时来 那么直观 第一条呢 我们就讲到此地 好 好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